有了绿草皮的阅读区 穿着棒球衣的孩子们读得津津有味 打棒球衣喜欢看书 谢谢学校给我们这种场地 让我们在这里看书 不用眼睛看就好 只是在球场上身体都要去动 比看书还要辛苦 的确阅读只要动眼睛 真的轻松多了 鼓励孩子多阅读 球衙基金带来套书与奖学金 还有中信兄弟职棒球员 关大元献身 希望孩子们能从阅读中看世界 协会一直很努力的在推广阅读 希望小朋友他喜欢棒球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成为选手绝对不是唯一的路 那成为一个职棒选手 其实真的太难了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阅读 可以给他们开拓视野 然后提供他们各种 不同多元的发展选择 有转运手支撑的中信兄弟 职棒球员关大元 陪伴孩子手作 鼓励孩子多阅读 可以在这个阅读角里面 得到更多的课外读物 以及课外的一些知识 一起陪伴小朋友 更健全的成长 健全成长 也让学生在打棒球 这一条路上多采多姿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 跟球衙基金会 以赞助东方国小来发展棒球 当然也非常支持 我们的阅读教育 让孩子既能打球 也能爱看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养成 那今天球衙基金会 到学校来 颁证孩子的阅读奖学金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 意义非凡 给孩子2024年 满满的阅读祝福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助红 证孩子的阅 arkadaşlar